民进党的因为在中部地区他们也没把握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他们川流不息 上次蔡英文总统 然后到莱清德副总统 包括他们的行政院长 独断地来中部地区来拜票 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川流不息 表示他们在中部地区没有把握 但是第二个中部地区的民众 不会只希望他们来选举拜票 希望他们带来实时的建设跟补助 来这么多趟 连一条中节来线都没办法答应 来再多趟也没用 每来一次民众就会问 你当了总统 你要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当副总统 当行政院长 有没有把中部地区民众最需要的接应 包括台中的捷运 要延伸到南投去 也要延伸到彰化去 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答应 所以你来再多次 都是两手空空 两串相交 那这样的话 中部地区的民众怎么会改进呢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的 我们在国会议员 不只是台中市 在我们在其他县市中部 几个县市相对乐观的原因 因为大家觉得 大家要选的是 雇中部雇台中 还有一种地区的区别人 里面有一个人 里面有一个人 这一核市 这一核市